吴音身在半空中,简直恨死王轩了,又是那个男子,又被他踢了一脚,痛得似曾相识,仿若昨日重现。 他真的想杀人了,这还不像上次。 今天全是熟人,众目睽睽之下,他不雅地中招,后身在空中飞出去。 匆匆一瞥,他已经看到,许多人惊愕,注视着他与王轩。 吴音满脸飞红,他觉得浑身都在发烧,人在半空中,怒血已冲销。 至于忠诚被撞得连滚带爬出去很远,疼得直揉腰,被撞得真不轻,一个劲喊痛。 王轩双手持刀站在原地,等着地下的东西冒头,结果土层下安静了,什么状况都没有发生。 他的脸色顿时变了,这不是坑他吗? 密地的虫子都这么有智慧吗? 他怒了,再不出来的话,他就解释不通了,有人要找他拼命了。 所以,他提着刀,在这地方用力戳,向地下捅。 大屋落地后,一个踉呛,快速稳住身体,很隐僻地揉了下痛处,然后转身就盯上了他,眼睛冒火。 他咬牙切齿,很想说,又是你。 接着,他就准备抄家伙了,今天不报仇的话,他咽不下这口气,刚来到新世界,结果却迎来了这样的糟糕开篇。 地下真有东西。 王轩解释,还在那里戳地呢,他想表清白,道,我实力或许不如很多人,但是精神感知敏锐。 许多人看向他,露出异色。 不过,新术宗师杨林却在侧耳倾听,显然有所觉。 不只是他,队伍中达到这个层次的基因抄体等,也都有感。 甚至,有经验的老探险队员的面色也变了。 快跑,离开这里,这片地下有秋龙。 有人喝道,率先朝远处跑去。 嗖嗖嗖。 一群人全都行动起来,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,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容易引起新手的恐慌。 三支队伍共有一百多人,大部分都是新手,现在一窝蜂地跑,一片混乱,简直像是溃君似的。 王轩二话不说,也跟着跑了。 如果没有人喊这一嗓子帮他解围,他就是,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 忠诚刚爬起来,又让吴家一个新探险队员给撞翻了。 王轩路过时,拎着他的衣领子给拽了起来。 砰! 电光石火尖,后方那里,野草被先飞,土石四溅,原地炸开,有东西钻了出来。 一条水桶粗的虫子冲起,嘴巴很特殊,张开后成圆形,与他的身体一般粗,满嘴都是锋利而细密的牙齿。 小王,谢谢呀,幸亏有你。 忠诚虽然被王轩撞得翻白眼,现在还呲牙咧嘴呢,但却不得不感谢。 王轩一把将他向钟晴那边推去,事实上,钟家请来的新术宗师已经过来了,拉住忠诚就跑。 哼! 后方那片地带,地表不断破碎,足足钻出来二十几条大虫子,全都借近十米长,再后快速追赶。 显然,第一条虫子憋着不出来,是在等地下的同伴,这东西有一定的智商,准备发动群躬。 幸好,众人提前跑了,不然的话,肯定要死一批人。 一窝秋龙。 有人低呼,认出这是什么生物。 它们看起来像蚯蚓,但要可怕得多,一般都有十米长,表皮是一种角质层,很坚硬与厚实,嘴巴可以轻易地咬断人的身躯。 普通人遇到它,根本别想活,想逃都逃不走,它除了能钻地,在地表上也可以快速爬行。 在场的人都是修行者,所以逃得快,后方的秋龙除却少数几条水缸粗的巨型个体外,大多都被甩没影了。 没吓到吧? 王轩一路奔跑,发现大吴就在不远处,凑过去开口询问。 吴音身材极好,奔跑起来后有某种韵律,曲线起伏,此时迈开长腿逃命时,都有一种美感。 他手中提着合金刀,刚才都准备去砍人了,生吃了王轩的心思都有了,现在则是心中有气,想砍人却不知道砍谁。 他想开口说谢谢,但是又有点摸不开面子。 你身后有土,赶紧拍掉吧。 王轩提醒他,主要是担心在人多的地方发现后,他又想提到多人。 吴音回头一看,身后某个部位好大的一个脚印,他果然又要抓狂了,挨揣的位置太明显了。 这都多少人看到了? 他不禁向左右看去,还好没人注意,他快速整理衣物。 当他再回头看时,发现王轩早跑没影了,明显躲着他远去了,接着他看到小钟正在瞄他。 逃命呢,你还看? 小心长针眼。 他朝小钟瞪去。 没事,就两条特别粗大的秋龙追了下来,我们杀死他们。 有人号召。 然后有新术宗师转身停了下来,不过没有亲自动手的意思。 王轩也跑回去了,跟在人群中挥刀。 他在尽量收着刀势,并没有动用宗师级的力量,一道寒光落下,劈向那条大虫子。 扑! 一股墨绿色的液体冲了出来,那就是秋龙的血液,刀锋全劈进去了。 但是离劈断虫体还差得远,他快速倒退出去。 探险组织中有几名老手,来过密地两三次,非常有经验,带着一群人围猎,很快就将两条巨型虫子的头颅砍落。 在此期间,大虫也冲了过来,找到撒气的方向,举刀狂剁,虫子的头都没了,他还在那里砍呢? 直到最后,他醒悟过来,才开始向后退,差点吐出来。 真不知道,他刚才那种状态是在剁虫子,还是在想着砍人。 所有新手都有些不安,这次刚来到密地就被教育了,连地下都有危险,稍微不留神就可能会出事。 小王,反应挺快啊。 一位老探险队员开口,精神力异常。 一位新术宗师点评,点了点头。 王轩道,是,我精神感应敏锐一些,各位,我实战经验较差,如果能提前发现风吹草动,我帮大家预警,但你们得保护我。 众人点头,向前走了一段距离,停下休息。 直到这时,人们才有时间以及有心情仔细打量这片新世界。 这是一片林区,苍翠无比。 附近的大树下有许多大蘑菇,通体金黄,全都有两三人那么高,像是一把又一把金色的大伞插在地上。 小心一点,这些蘑菇都是剧毒之物,但相对来说,这里也较为安全了,别碰那些蘑菇就行。 由老探险员说道,王轩仔细打量周围,有许多大树需要七八个人才能合抱过来,是名副其实的参天古树。 最为重要的是,这个新世界有各种能量物质,甚至它感受到了神秘因子,居然在现实世界中飘落。 这让它震撼无比,虽然神秘因子很稀薄,远无法与内景的相比,但这已经是了不得的事情了。 它在猜测,难道这个世界与救树有什么关联? 它的身体活性在变强,血肉在欢呼,仿佛无比渴望,要融入这个世界中。 王轩真的想舒展身体,全力爆发,与人大战一场。 咱们还要分开行动吗? 吴英开口,原本三家要分成三股,齐头并进,一起向密地深处进发。 但他现在觉得这个世界太危险了,刚来到这里就经历这样的突袭,后面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,最好合在一起。 别分开了,一起走。 钟晴说道,我也觉得合在一起好。 郑瑞发表意见,赵青汉点头同意,最终就这么定了下来。 经过这么一折腾,已经到了五十,众人取出自带的食物冲击,简单休整了一番。 王轩,你居然离开就土,跟进密地来了,真够可以啊。 周云鬼鬼祟祟地凑了过来,坐在王轩的身边。 老周,好久不见,甚是想念。 王轩很热情地打招呼,真的很感谢他,午夜金书对王轩而言,影响太大了。 叫周哥。 周云瞪眼,而后压低声音问道,你没在这里和人乱说与我切磋过的事情吧? 王轩无言。 周云还真好面子,看起来留着寸头,眼神伶俐,桀骜不逊,结果居然担心他被捶得是泄漏。 没有。 嗯,嘴巴掩点,不要乱说话。 周云放心了,站起身来之前,又小声道,我现在心术大成,一个人可以打你八个,就不欺负你了。 毕竟现在,咱们要同舟共计。 王轩笑着点头,觉得周云很有意思,又缺毒打了,找机会,算了,还是别吹他了,总欺负他也不好。 嗡。 远方,像是有什么动静,有人爬到高大的树木上观望,顿时毛骨悚然。 野风,成群成片的野风,太恐怖了。 树下有人审笑,野风也害怕。 不是一般的野风,两米多长,比牛都大。 树上的人似乎很害怕。 当听到这种话语,众人脸色变了,迅速爬到大树上,向远方看去。 那是杀人风,毒风,千万不能走出这片蘑菇区域,有两群毒风起了冲突。 有老探险队员,声音都发战了。 王轩也爬上了大树,看到远方漫天都是黑影,像是乌云般,遮蔽了天空。 两群毒风在冲撞,在厮杀,不断有尸体坠落。 有的毒风距离这里不是很远,可以清晰地看到,确实有两米多长,要是被这种东西遮一下,必死无疑。 很快,他发现更远处的一座蜂巢,居然像是小山般,能有三百多米高,灰蒙蒙一片,让人毛骨悚然。 那里绝对是禁地。 等他们血拼结束,我们再走,现在千万不要冒头。 毒风漫天飞舞,但没有接近毒蘑菇区,这片地方居然成为了避风港。 直到太阳落山,他们也没能换个地方,只能在这里过夜。 吃过晚饭后,熬到九点多钟,众人决定早睡。 明天早起赶路,今天算是彻底耽搁了,几乎没能去探索。 王轩,你来这边?赵清汉喊他。 王轩走了过去,打开自己的睡袋,距离赵清汉两米远,准备入睡。 一些人露出一色,早先就觉得王轩是关系户,现在似乎坐实了。 联宗师杨林以及郑瑞等人,都在另一块区域呢,赵清汉让他的同学临近,明显是在照顾,踏他出什么意外。 王轩能说什么,总不能告诉众人,谁挨着,他谁最安全吧。 但他心中对赵清汉还是很感谢的,什么都没有说,老同学这确实是在照顾他这个关系户呢。 深夜,王轩一阵心悸,获得惊醒了,他看到远处有黑影一闪而没。 片刻后,有人起夜,很快就惊叫了起来,声音都在打颤,我身边的人呢,怎么都不见了。 夜深人静,这样一喊,所有人都被惊醒了,全都一阵发毛。 我这边少了五人,有人嘴唇都在打颤。 我这里少了四人,不同方位都有人在恐惧,爆出消失的人数。 大半夜,居然足足少了三十七人,谁都没有能够提前发现,那些人是怎么消失的。 深更半夜,这实在有些惊悚,所有人都头皮发麻,再也睡不着了。 赵青汉从睡袋中起身,很是不安。 王轩坐在近前,道,不要害怕,没事。 一号继续免费,不是因为什么羡免,是我自己要求再免一天的。 月初为新书求月票了。 看到盟主还有各位书友这么给力,我压力山大,明天一早爬起来就写稿子,多写,存点,二号凌晨上架爆发。 感谢黄金盟,Script。 感谢白银盟,三声源纵列者,和谢几条腿,夜半花火。 感谢盟主,会说话的肘子,三声源猫猫,改个名字好难。 书友20180-1160-122-18225,三声源打神石。 拜人MyEssamia,Oho,Owo,书友20210-22614-130-6528,深空彼岸88物组,嘉然小姐,九州沉迷。 这里有些书友都蒙好多次了,感谢,有些是现实认识的朋友,谢谢大家这样大力支持。 感谢大家。